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油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依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汤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公升波轮增压等级 高性能、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fro A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回香港出席会议 收定后的临时撥款是597亿元 较原本的减少5亿元 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已经批准于下星期三 立法会大会上表决 但即使收定的临时撥款申请减少了5亿 法民立场仍然强硬 表示不会支持 公民党的余若薇表示 不排除要求成立小组委员会讨论 根据议事规则 如果成立小组委员会讨论临时撥款 港府就要派官员解释细节 过了这一关才可以在下星期三表决 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香港立法会议员 林健峰表示 不过民建联的谭耀宗和陈鑑林认为 无需急于返港 同时谴责阻碍撥款的行动 港府提出的602亿元临时撥款议案 泛民议员弃权或者不投票 以及多位建制派议员没有出席下 在立法会被否决 行政长官曾荫权对事件表示伤感 希望议员会顾及公众的利益 我只是很冲心 很冲心希望我们立法会议员 不要将个人或者个别的政党的政治利益 凌駕于普罗大众和公众利益之上 否则就说香港市民是会很失望 而且会受害 临时撥款议案被否决之后 港府会快速修订议案 希望赶及下星期三提交立法会审议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呼吁 泛民议员到时回心转意 我当然是呼吁那些议员 尤其是泛民的议员 他们应该回心转意 因为他们不应该将政治 放在市民的利益上 这样做法是绝对不负责任 他们现在应该回头投票 支持这个临时撥款 令到市民可以在4月1号 那些服务是可以正常的操作 娃娃TV 赵永恒报道 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 新建制派议员在北京开会 成功特集 否决政府临时撥款 对于以后北京梁会开会 香港立法会是否要邮会配合 立法会主席曾若成对这个问题 持开放态度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 于北京和港区人大代表 举行闭门讨论会 他在会前表示 星期四才知道 立法会否决了政府的临时撥款 被问到两会召开期间 香港立法会应不应该休会 他就这样回应 抵答北京的立法会主席曾若成表示 有需要的话 日后会研究这个问题 立法会的议员兼任全国人大或者政协 这个已经其实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现在我们沿用着就是过去一直的做法 我们是没有在这个两会期间停会的 如果有议员提出 我也会征诚各方面的意见 包括人大政协以外的立法会议员的意见 然后我会适当地做一个决定 曾若成表示 自己对这个问题持开放的态度 WOW TV 赵永恒报道 香港警务署署长曾伟雄表示 警方星期日晚在德府道中青场是必须的 警方没有使用不必要的武力 无需道歉 曾伟雄指 为护法旗需要道歉是天方夜谭 曾伟雄表示 星期日晚警方多次劝语 在中环聚集的示威者离开 但是都不成功 由于那里是主要道路 必须要清场以维护社会秩序 而警员使用武力之前 已经作出足够的警告 单对单的场面 大家要记住 在一个群体的事件的时候 我们面对其实是你以为是一个场面 可能是很多很多的场面 所以你不能说 我现在警告你 只是准用某某的武力 因为这个某某的武力 可能只是针对那个场面里面 某一个人是对的用 而那个场面里面 另一个人又不对的用 所以我们是经过心思熟虑去这样做的 当时正正是社会秩序已经受到破坏 而网上流传片段拍摄到清场期间 有警员举手并非向示威者 郑慧雄表示会调查事件 至于警员跌配枪的事 他表示正在调查事件 并研究枪袋设计有没有问题 WOW TV 赵永恒报道 香港死因庭 继续聆讯网尼拉人事事件 法医指死者梁重施和汪子林 分别头部和胸部中枪 好快就死亡 香港死因庭会去信 要求菲律宾司法部门 尽快安排当地证人作供 法医林伟过在庭上作供的时候表示 验尸发现 遇害团有梁重施身上 有四个子弹造成的伤口 空途开枪的时候 相信梁重施举起右手 致命一枪子弹先拆过 他右手的帽子 再从右耳背射入颈部 打中脑部重要组织 相信他在中枪之后 一至两秒内死亡 林伟过又表示 在菲律宾提交的验尸报告中 并没有提及梁重施 右手帽子的枪箱 和他在香港做的验尸结果又出入 至于另一名遇害团友汪子林 法医指他右边脊 追近疫下中枪 伤及肺部 食肚 气管和心脏主要动物 相信中枪之后很快死亡 另外人质事件聆讯了19天 但仍然未有菲律宾证人作供 枪手门多莎的弟弟 曾经表示愿意视像作供 死因裁判主任扎少堂表示 会去信菲律宾司法部门 要求确认会不会安排门多莎的弟弟 视像作供 WOW TV 趙永恒报道 现在先休息一会 在小学回来会有体育和天气消息 先看NBA的消息 纽约尼克裁客出战万菲斯灰熊 尼克就凭着Camillo Anthony 在最后0.5秒的跳投 以110比108险成灰熊 得到三年胜 尼克在第三节一度领先灰熊17分 但全场只有四次罚球的机会 顺对于灰熊 全场只有35次罚球 而且射入了33球 在最后的14秒 Sagrandop射入3分 将比分攀平至108比108 不过Camillo Anthony 在原场前的0.5秒 最后一击的跳投命中 帮助尼克险胜灰熊 Camillo Anthony全场得到31分 Marie Stomner也有26分的进长 另外Tony Douglas就得到18分和10次的助攻 至于灰熊方面 Sagrandop就有20分和11个难班 Tony Allen就得到22分 接着足球方面 欧洲联赛冠军杯16强第二回合 紫浩克04主场面对华伦西亚 华伦西亚在17分钟取得领先 美密特托宝 禁区左侧传中 无人看管的列卡道哥斯达 投锤破门 这是他第一次为华伦西亚入球 在到40分钟 紫浩克攀平比分 拿云路德加云洛域反馈 发分22码自由球直接破门 紫浩克在第52分钟反超前 发分施石被古亚达挡出 卡云洛域近距离宝石 射中右门柱之后再弹左门柱入网 第94分钟 后备上阵的沙比 大脚解围 发分接应突破 单刀凹石撲网 个人梅开二到 最后死浩克就以3比1反正 以总比分4比2 淘汰华伦西亚 晋级八强 接着是塔多伦多的天气 天时室岸温度在摄氏4度 春梅小时15公里的东南风 干雨量会有5毫米 再看塔多伦多未来5日的天气预测 接着是本国 江珠尔城市天气的状况 在当报时间 昨天上午11点57分 美国发电号穿梭机 在金马迪太空中心安全着陆 为发电号近27年的飞行生涯 或上原本句号 当日大批来自美国各地的民众 聚集在金奈迪太空中心 一起见证发电号的收官之旅 这次任务 是发电号至复役以来的 第39次飞行 也是计划中的最后一次 不是这次飞行任务当中 太空人进行了两次太空漫步 并完成了对太空站的维修保养工作 发电号1984年8月首飞 作为复役期最长的穿梭机 发电号为美国太空事业 立下了寒马公路 复役以来 发电号一共在太空中飞行了365天 运行了大约2.3800公里 向太空中运送过 哈勃太空望远镜等设备 按照安排 发电号将会被放在 美国史密森学会 全国航空太空博物馆展出 永久地记载在美国穿梭机时代的历史 美国另外两架现役的穿梭机 粉进号和亚特兰帝斯号 也将会在今年4月和6月 执行最后一次任务 之后美国的穿梭机将会全部退役 美国太空人将会依靠俄罗斯的穿梭机 前往联合太空站 WOW TV 赵永恒报道 今天今晚的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大家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